下面的菜是黑沙窩生焗雪花牛肉 黑沙窩生焗牛肉是最原始的 和最大的限度可以保留到牛肉的嫩滑 黑沙窩生焗牛肉 说明雪花牛肉 所以我们用了新西兰的雪花牛 雪花银很重 牛肉一定要切大块才有肉汁 如果切太小块 吃下去就没有肉汁就不好吃 既然要生焗水我们先腌一下 最特别是放一点牛油 因为有香很多 接着我们再加入油 放一点生粉水 放一点 放一点 然后把它拌均匀 下一步 我们就要爆香我们的姜葱 把姜葱炒出香味 加上蒜头 加上蒜头 加上干葱 炒至金黄 炒至金黄 炒出香味就可以了 稍後最后再 gas 加上蒜头 Rice care 焗蒜ом 放香 放香 牛轡抽去 煮到萨廊里間 在这个底部 分开这片 Speaker 把我们的牛肉 заг Вот ropy 牛肉不用拌干 只是用四面来煎一下 要放一点肉汁 鎖在入面 牛肉更加鮮味 那些牛肉是直接用筋的 fisherman 這個時候,把他煮好 不要搭上去 其實我們旁邊 好像也有 就沒有牧師了 作詞編曲 李宗盛